你别再打电话了行吗 我正在等一个特别重要的电话 我求求你了 你好美女 你是不是在等刘能的电话 不是你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知道他在哪 你让他感情给我回来 他什么意思呀 下周我们就要结婚了 他突然玩消失 好像失联了一样 是这样的 我是百万粉丝的歌手 他给你点了一首歌 他还说 你为什么在我想跟你过一辈子的时候 还跟他纠缠不清呢 为什么你们的聊天记录 你都不删了 让我看到呢 他在说什么 你跟我说你要加班 我手机里收到了你酒店的预定短信 加班需要在酒店吗 我就是在加班 他说他去公司找你了姑娘 你同事说你生病请假了 他都看到了 是 我前一师来找我了 他就想在我结婚前再见我最后一面 真的没什么的 我们什么都没做呀 这个接盘侠我不做了 老实人我也不当了 你找别人吧 为了给你面子 你父母我就不通知了 婚礼我已经取消了 你也不用再来找我了 不 他想干嘛呀 我前一真的就是找我叙叙揪而已吗 情点都发出去了 这是要毁了我吗你 你告诉他要退回财力我可不退 美女啊 财力你不退 你就不怕他告你诈婚吗 你是我换的换室的梦 我是你可有可无的人 毕竟这缠越山河的街 死的都是用心知己的人 你是我辗转反思的梦 我是你荣榜山河的故人 就让这坚强挂肚的酒 留下一样自己在你我的心头